那么如果是怀孕早期出现腹痛和中期出现腹痛 相比而言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 那么你怀孕早期呢 在12周以前我们说是早孕 那么在早期呢出现腹痛 那么就有流产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轻微的腹痛 首先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诊断 那么平时如果在家里呢 就要卧床休息减轻腹痛 如果通过休息不能改变的话 那么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那么中期出现的腹痛呢 除了排除掉这个大小变的影响 那么如果是确定是子宫的这个导致的腹痛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建议孕妇尽快的卧床休息 然后是停停止手里边所干的一些工作 然后尽快到医院去排除检查是否有先造早产的可能性 如果有先造早产的可能性是出现了因为公缩引起的腹痛 那么我们可以让孕妇留院观察口服抑制公缩的药物 那么如果是出现的这个就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腹痛 比如说有胎盘早播的可能性呀等等等等的 那么我们会让他住院 然后进行对他进行急诊的一些治疗 然后去用药物的静脉的点滴或者口服药物去缓解他的腹痛 但如果在孕晚期的腹痛比如说他已经足月了 已经过了37周的腹痛了 那么我们要甄别他这个腹痛呢 到底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腹痛呢 还是因为这个公缩导致的腹痛 如果37周以后的腹痛 那么我们理论上除了让他好好休息以外 不对他进行药物的干涉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收住院 然后关他他是不是需要分娩了 这个腹痛呢一般伴有渐红或者有泼水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住院去做分娩的准备了 那就看他的腹痛是发生的那个时期 这个很重要